费品回收的时候 也经常会遇到一些鬼称的现象 所以今天我打算去费品回收站 让他们回收的时候 看看他们的称准不准 写多少钱一斤 2块2公斤公斤 那你称看看 慢点 这个就是称 对 12公斤 12公斤 对 这个称不准吧 我称称了15.4 你按照我的称算什么 为啥 我看你的称了 我就不要做生意了 对不对 为啥 不是我这个是大棒 你那个是小了一两都有的 知道了吗 它大称跟小称什么都一样 这是什么逻辑 所以大称就可以缺金少两了 走吧 12除以15 不是15 15.4 差不多 就至少是8两称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这里是一个费品回收的一个小镇 你这里有几块铁 你看一下 多少钱一公斤 2块 2块 好 多少斤 这是10公斤 10公斤 啊 才10公斤啊 我这个15.4 太夸张了 这个 你这个几两层啊 6.66两层 这是在扫地出门吗 这个更专 扫了我三分之一 扫了两家层 一个扫了6斤 一个直接扫了10斤 问题是它收的还便宜 称少这么多 那我以后该卖给谁呢 吃这种收垃圾 很多都是老爷爷老奶奶 平常他们自己省吃解用 然后呢 去外面就节节破烂 也挺累的 结果卖点垃圾还被窄 第三家费品回收 铁怎么收 嗯 两回哦 撑着看 在这上面撑是吧 80 你放下去 80啊 多少 9公斤 15公斤 15公斤啊 嗯 遇到一家良心的 卖了 有0.4公斤的误差 0.4公斤肯定没有了 它是1公斤一票的嘛 不精准很多了 但是已经很好了 我干你都撑我脑 我就不要做生意了 对不对啊 同样是大正 别人生意 不是做的挺好的吗 先买个哑铃看看 这个哑铃有9.6 天 说不说 多少钱一公斤啊 你快嘞 8.5公斤啊 哎呦 刚才我是戴这个袋子的 8.6 我自己撑出来9.6公斤 你少了我1公斤的 哎呀 不要 终于看 打烧了 偷偷飘撑 我还没发现 这货说八道 这个3公斤对吧 你再喝我也不要 3公斤 为什么 啊 没有人卖垃圾都是老太太老奶奶 你少点重量 别人赚点去不容易啊 少了 少了 乱回家 他们说肯定有问题 再找一家吧 接受不受啊 是 今天有能用自己用 这当废品可以的 多少钱 18 多少钱一公斤啊 买了我自己用 好比铁高一点 要是按铁的话 就毛钱一块八一公斤 贵一点吗 2块钱吗 36块钱 行 可以的可以的 他只要趁整就行了 还买了自己用你知道吗 这老板挺实在的 买废品 多少钱一间 一公斤一块五吗 嗯 10.9公斤是吧 可以 10.9 我的餐也不会带你 这个人还好吗 8块2毛5 多少钱一斤 9吗 三样东西卖了 41块5 就40块 没事 这些是我卖东西 我要大气 对吧 OK 咱们跑了几家废品回收站 还是会发现这种 废品回收站 又缺机少了的现象 真的啊 在这些废品上面 做这些小动作的人 真的能不能良心过得去吗 我最近觉得 很多过来卖废品的人 他们的生活 可能比你们更辛苦 等我选择你选择